Hello大家好,我是邱迪 今天有个非常好的消息想分享给大家 在ESPN最新公布的2022级高中球员排行榜中 来自中国的小将曾藩博第一次上榜 获得四星34名的评级 这是中国留美历史上球员最高的排名 且大概率是亚洲球员 不包括澳新球员在美国高中体系下取得的最好排名 现在在NCA D1打球的王全泽和张振林 以及来自菲律宾的索托 都曾在之前拿到过四星的评级 但他们都未能排进各自年龄段的前50名 所以这次的34名绝对算得上是中国留美球员的突破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曾藩博的基本情况 小曾03年出生,目前17岁 身高69,约合2米06 在球场上打34号位 18年的时候入选到了北京首钢的海外人才培养计划 也就是除英计划 因此被送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温德米尔高中 在刚过去的高二赛季 小曾场均可以得到15.5分 7.2个篮板 2.1次助攻 以及2.4次盖帽 带领所在高中取得27胜4伏的优异战绩 赛季胜场术打破了孝史记录 除了娴熟的内线技巧外 小曾还拥有一手漂亮的三分球 赛季的三分命中率高达46% 目前曾凡博总共受到了五所NCA一级联盟大学的奖学金邀请 其中包括老牌强队弗罗里达大学 对于这个排名的解读 我个人的意见是 用这次的34名去谈NBA的前景真的还为时过早 尤其今年的这次更新 还是在没有AU分战赛作为参考的情况下给出的排名 各大榜单之间都有很大差异 未来变数仍很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排名更多是给了小曾和童年龙段顶尖球员相提并论的机会 促使大学教练和球探将更多的目光 投向一名来自佛罗里达州小学校的国际球员 ESPN团队核心 前NCAD1大学的助教Paul B.N.Cardi 就在本赛季多次现场考察樊博 不管是赛季初在Hoop Exchange的活动上 还是赛季中期来到学校现场 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Paul认为樊博是一名优质的潜力球员 整个高二赛季进步很大 传球的手法 准确性和大曲观令人印象深刻 Paul还非常大胆地把樊博排在了同位置 同在佛罗里达州IMG高中的主力轮换 U16美国国卿球员Eric Daly之前 这样的排名或多或少还是掺杂着 Paul个人对小曾的鼓励和期待 另外一点 拿樊博这次的88分 去直接横向对比之前NBA选秀网站 给周琦王哲林的评分 是挺站不住脚的做法 两者的评分机制和算法是完全不同的 NBA draft.net是把球员评价 拆分成了12个具体的量化指标 其中包括运动能力 尺寸 篮板球等等 分别去打分后 把各单项分数相加得到最后的总分 即为NBA draft的球员评分 R247 ESPN没有单项评分的说法 它的评分体系里 70%是参考比赛录像 30%参考球员实际对位 且更强调分数段的意义 例如小曾的88分 就是高位四星的分数 代表着ESPN认为樊博 现阶段有NCA High Major主力球员 NCA联盟明星球员的前景 我个人认为 与其去对比之前的中国球员 我更愿意去拿樊博 对比22级美国高中同位置球员 这样是更有参考价值的 像相似位置的Eric Daly Jr Caleb Houston 以及Jaris Walker 他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会和樊博在训练营里相遇 并且拿来比较 樊博也需要紧紧地跟上他们的脚步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因为一路见证了小曾高二赛季的成长 如今取得这样的一个阶段性成绩 真的很为小曾开心 我是邱迪 我们下期再见